喜师傅说故事 1400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度强大的北魏 分裂成为东魏与西魏两个地方政权 西元535年 北魏全臣 鲜卑人宇文泰 独视北魏孝武帝 永历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具登上皇位 建都长安建立了西魏 元宝具登基时为28岁 但早在19岁还是太子的时候 他就迎娶了比他小三岁的表妹 以福士为妻 以福士虽出生于名门望族 但是生性节俭 从不交横 两人婚后恩爱甜蜜 很快生下了大儿子元亲 后来又生下了十一个孩子 可惜多数夭折 只剩下长子元亲和次子元物 元宝具一夜之间登上龙位 成为一国之君 以福士也顺利成章地做了皇后 长子元亲被立为太子 由于全臣把持正局 元宝具不过是个傀儡皇帝 身为皇后的以福士 仁慈宽厚 依旧节俭朴实 由于相邻众国虎视眈眈 世故利弱的西位 随时可能遭外敌吞并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 宇文太决定采取和亲策略 与北面的蒙古族柔然结好 一来可消除北患危机 二来可借柔然之力 对付东魏 于是在宇文太的主张下 元宝具迎娶了柔然国王之女 玉九吕氏为妻 在此同时 宇文太威胁逼迫皇帝元宝具 把爱妻以福士的皇后之位废掉 以福士以国家大据为重 没有做出反抗 他含泪请求出家为妮 从此步入空门 与清灯皇眷为伴 柔然的玉九吕氏 嫁入西位 正式当上皇后之后 意气风发 他虽然年仅十四 但性情嫉妒 宫于新济 宗时 以福士 以出家为妮 但因为 仍居于都城之内 所以 玉九吕氏 仍心有不满 元宝具为了取悦心后 下令次子元宝 带以福士 远赴秦州 也就是现今甘肃天水 以福士为此入宫辞行 与元宝具告别 两人相见 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 往日一幕幕的恩爱场景 涌现眼前 看到以福士 光着头颅 元宝具 不禁 潸然泪下 以福士 也哭如泪人 两人依依不舍 元宝具 暗中嘱咐以福士 在外续法 有望夫妻 他日团圆 重拾旧欢 不料 此事却传到 玉九吕氏的耳中 随即 醋意大发 无名火起 歹念一生 他非要致 以福士 于死地不可 便向 柔然国的父王 告状 柔然国国王 于是举兵南下 向元宝具 兴师问罪 在各方威逼之下 元宝具 不得不下令诏书 赐死 以福士 一杯毒酒 送到眼前 以福士 泪流满面 说出最后的遗言 愿至尊 享千万岁 天下康宁 死无恨哪 便服毒身亡 当时才三十一岁 现在 甘肃天水的麦基山上 有三个洞窟 是与以福士有关的 第一个洞窟 根据考证 当年以福士的官舅 就是放置于此 后来 皇太子元亲登基 便从这里 把母亲的灵舅 迁回洛阳 与父亲元宝具 合葬于永灵 第二个洞窟 正面会由涅槃经便 左臂是西方净土便 右臂是唯摩节经便 前墙门上是七佛造像 据考证 是原亲或原物 为母亲开凿的功德窟 以表达对母后的深切怀念 最后一个洞窟 前部已经崩塌 仅存一佛二菩萨一弟子 主尊佛 有学者认为 这实际上 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皇家依照以服饰的容貌 而造的佛像 以上故事 悬路自香港佛门网 麦基山上 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基山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